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1月20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Cherry 1月20日 美国川普总统在卸任前几个小时 搭乘总统直升机专机海军陆战队1号离开白宫 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 并在那里举行告别演说 在演说中 川普表示 未来将以某种形式重返 并说直升这4年是他毕生的荣耀 现年74岁的川普20日清早最后一次离开他主政4年的白宫 他携妻子梅拉尼亚·川普走红毯 于当地时间早上8点18分 搭乘停在华府白宫南草坪的直升机陆战队1号 前往临近的安德鲁联合基地 准备飞返佛州 登机前 他向群众表示 我只想说再会 并说他担任总统这4年是他毕生的荣耀 经短暂飞行抵达安德鲁联合基地后 川普目睹了英雄式欢送场面 空军乐队在现场演奏向统帅致敬 并由陆军名望21响礼炮 川普向在场群众发表简短讲话 他承诺要为人民永远奋斗 川普说 你们是很棒的人民 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成为你们的总统是我最大的荣幸和殊荣 我将永远为你们而战 我会看 我会听 我会告诉你们 这个国家的未来要比现在更好 川普还希望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非常幸运 他说 助兴政府有好运并取得成功 我认为他们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们有这个基础来成就大事 川普补充说 我们将以某种形式回来 这句话引来了人群的热烈欢呼 川普在演说中还表示 许多家庭与人民依然受害于中共病毒 这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我们都知道病毒来自哪里 但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谨慎 川普在演说中还感谢了副总统麦克彭斯夫妇 也感谢国会在他任内协助推动了很多政策 也感谢华盛顿特区的市民 然后川普转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非反佛罗里达州 预计将于当地时间下午 抵达位于佛州的四人别墅海湖庄园 与此同时拜登将会宣誓就职 并有望在此后不久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 将推翻川普的一系列政策 川普在卸任前几个小时 搭乘总统直升机专机海军陆战队一号离开白宫 虽然他早已宣布不会参加新任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 但是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夫妇都留下信件或者变签给继任的拜登夫妇 据美媒报道 之前是透露川普在美国白宫的确留下了一封信件给拜登 但具体内容尚未公开 总统就职日的传统之一是 离任总统给继任者写一封信 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和建议 这封信通常被放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建议桌上 宫兴总统一步入椭圆形办公室时阅读 例如 里根给继任总统老布什的信件内容就相当幽默 别让城市不足的人影响你 奥巴马交给川普的信件 谈到公民机构的重要性 不论日常政治如何拉扯 我们都有责任让民主的力量持续强大 川普当时称其为一封美丽的信 老布什交给击败他的克林顿的信件提到 我祝你顺利 我祝你家庭幸福 你的成功现在是我们国家的成功 我为你加油 华盛顿观察家报称 白宫的一位助手不愿透露 川普是在离任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洗草了这封信 还是在20日离开白宫前写下的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 也给继任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留下了一张欢迎变迁 目前还不清楚 梅拉尼亚是在哪里给吉尔留下变迁 也不清楚变迁的具体内容 1月20日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就职典礼开始前不久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报道 在举办就职典礼所在地的国会山庄对面 美国最高法院大厦此时却收到炸弹威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马夸特在推特指出 最高法院新闻官员告诉他的同事沃格 称法院受到炸弹威胁 建筑物和地面均已检查完毕 监制物内的人尚未撤离 马夸特接着发文表示 最高法院收到炸弹威胁 但由于新冠疫情影响 大厦并未对一般公众开放 而现场的国民警卫队人数也相当多 一名官员随后证实 美国最高法院出现炸弹威胁 据法新社报道 最高法院发言人阿伯格表示 法院收到炸弹威胁 建筑物和各场地已进行确认 大楼未实施撤离 最高法院大楼位于美国国会大厦对面 而总统当选人拜登 稍后于国会外宣誓就职 不过最高法院与就职典礼台 并不在同一侧 据报道 消息传出后 拜登和夫人吉尔 以及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 和其丈夫艾姆霍夫 均已抵达国会山庄的就职典礼会场 在国会大厦6日遭到袭击之际 执法人员曾在与国会大厦相距紧几个街区处 发现两枚管状炸弹 一枚放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外 另一枚放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外 此后的数天里 联邦官员明确指出 这两枚管状炸弹都是合法的破坏性装置 其组建功能正常 据美国执法官员说 联邦调查局19日警告执法机构 依然尚未发现制造管状炸弹 并于6日将其放在国会大厦附近的人 并说在拜登就职前夕 找到此人是当务之急 由于这些装置的组建状况依然良好 当局将寻找识别标志 例如它们是如何制造的 燃料是从哪里获取的 并寻找与联邦数据库中成千上万个 其他装置的相似之处 白宫1月20日凌晨1点宣布 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19日赦免了73人 其中包括他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 班农以对中共政权立场强硬而著称 曾在2016年力挺川普商谈 但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则不在名单上 白宫发布的声明表示 川普总统赦免了73人 包括他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 另外70人被总统减刑 该声明还说 不论是川普先生本人 还是他的孩子们 都不在被赦免的名单上 据法新社报道 现年67岁的班农 获得川普总统赦免后 即使他被定罪 对他的指控将无效 班农此前被指 涉嫌控制诈骗数千名投资者 这些投资者认为 他们是在像一个 沿美国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项目 提供资金 检察官指控班农 用100多万美元支付了一名竞选官员 和自己的个人支出 同样获得赦免的还有 曾经担任川普高级筹款人的 艾利奥特·布罗迪 知名饶舌歌手小韦恩 前谷歌工程师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 此前川普赦免了他的长期伙伴和支持者 包括另一位前竞选经理 保罗·马纳福特 顾问罗杰斯通 他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 以及他女婿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 川普最终决定放弃几个人的赦免 包括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 冷静计划曝光者爱德华·斯诺登 和总统自己的私人律师鲁道夫·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没有受到犯罪指控 但他的咨询业务 作为迈哈顿联邦检察官调查的一部分 受到了审查 在川普一届总统任期内 共发放了95份赦免令 被认为少于大多数相同任期 总统发出的赦免令数量 据法国观点周刊和法新社的数字 川普的前任奥巴马 曾148次动用宪法赋予总统的赦免权 赦免了被联邦法庭控罪的人 并对1176人实施减刑 被誉为减刑冠军 小布什则赦免了189人 克林顿赦免了396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卸任前 在1月19日对拜登政府表示 新政府必须认真对待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构成的生存威胁 蓬佩奥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 美国报道专访时发表的这一看法 在受访中 蓬佩奥大力称赞了川普总统 为识别中共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 所做的努力 蓬佩奥说 来自中共的威胁真实存在 这对美国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我指望下一届政府继续我们的工作 继续以美国人民所要求的正确方式 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发扬光大 我很有信心 美国人民已经理解了中共的这一挑战 我期待每一位领导人 不管是什么政治派别 都能继续保护和保障美国的自由 他还说 我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 美国是文明史上最特殊的国家 我为川普政府在中东和中国问题上 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 我们让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 蓬佩奥在受访中谈到 川普总统对中共的态度 与过去政府把中共看作是不重要的竞争角色 形成了鲜明对比 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 19日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应该在外交政策中表现谦逊 当记者问蓬佩奥是否担心 布林肯就任后将展开道歉之旅时 他回答说 我希望不会 我们认识到伊朗和朝鲜的人民 应该得到更好的生活 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勤奋工作 这不应该是美国应该道歉的事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1月20日宣布要求春节返乡人员 必须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7天内有效运信结果 返乡后还要进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 期间不聚集不流动 每7天还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对此不少网民交集直呼 春节也才7天假 根本过不了年了 中国国家卫健委20日发布 东春聚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规定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有效的 2019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乡 返乡后实行14天居家健康检测 期间不聚集不流动 每7天还要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此举已严重冲击中国人传统最重视 与家人团聚的春节 而且距离除夕不到20天 离春运更只剩7天 让中国民众措手不及 消息一出 立刻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焦点话题 截止发稿 新浪微博的话题 春节返乡需持7日内核酸阴性证明 已有6.7亿阅读量 超过12万则讨论 在官媒央视新闻微博相关新闻下 超过10万的网友留言一面倒的批评 其后留言已被锁住 看不到 网友主要的质疑包括 具体执行政策不明 返乡定义不明 同一省跨市县 是否就需要核酸检测证明 目的地是否必须有亲人户籍在才算 回男朋友家看家长 是否算返乡返乡后还要不要隔离 到隔壁市半年货算不算 传统第一春节是2月12日大年初一起算 新政策适用的期间范围也没有说明清楚 网友不满反问 春节假期才7天 隔离14天 干脆直接交通运输停运吧 还省检测的钱 你这不就是隐形强制不让你回家吗 大家都跑去医院检测了 不危险吗 头条新闻在微博发起网友调查 今年你还返乡过年吗 至日结稿已有超过15万人投票 其中7.6万人依然选择 会 回家的票已经买好了 3.3万人选择不会 假期不够且不安全 3.7万人则选择还在观望中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